谢谢 thank you 或者说谢谢你 谢它是表达自己的感激 有个词叫感谢 那表达说话 我们要讲到这个 这个偏旁 我们叫它研制旁 但是这个颜字的简化 简化成这个偏旁 在繁体字里面 这个颜字旁直接会写成这样 但是在简体字里面 我们就这样写 颜它是说话的意思 行声制 它的发音 就是这是一个设字 骑射设限 但可能鼓音的话 跟这个谢差不多 We are welcome 我们也可以说鼓谢 这个鼓谢 这个发音是 这是一个鼓子 但是 tang sending 是声调的变化 这个 它是 needed 不需要的意思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声音的变调 汉语的音的变调 为什么这个音调要变化呢 好 不 谢 但血要保持原来的 这个声调 不谢 你发现 你发现这个声调它不流畅 但如果它变成第二声 不谢 不谢 很流畅 但是我们学的 你你你 你 喝好 好 你好 你好 不流畅 它变成你 好 Rising Boring 就很流畅 但是为什么要 变调 所以呢 这个不 在 如果说 在第四声的前面 它要变成 第二声 不 比如说还有 不用 不不 用 但是这个是不 第四声 它变得 不用 needed 不必 b 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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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第四声 它在前面这个 不要变成第二声 毒成第二声 啊 谢谢大家